8月27号有网友在微博中爆料 正在周杰伦北京举行的演唱会现场 张若云和唐一新也在 在shed图中看到张若云身穿一身黑色衣服 戴着口罩很安静地坐在唐一新身边听歌 而唐一新则身穿白色T恤 头上戴着一个可爱的发光源 手中拿着红色的手机 可能是因为发现有人在偷拍自己 唐一新还不忘用手机挡住自己的脸 这也是两人公开练琴后 首次在大众面前合体呢 当晚去看周冬演唱会的 还有不少明星艺人 哪怕刘更红就在微博中发文称 看看那位男神跟女神 坐我跟小抛妇后面啊 我们真是心愿啊 并晒出雨高阳阳与赵又婷的合影 此外中立体、寒冬军、白兔的明星 也纷纷到现场观看 不在微博中分享 不少网友表示 哈哈浪浪的狗粮就像暴风雨一样 狠狠地砸在我脸上 基伦哥哥就是娱乐圈男神女神看演唱会的收割机啦 猫狗狼新闻 看周冬的演唱会能遇到这么多明星 真的是太值啦 大党